六月,小麦开始成熟 骑山脚下,这片大约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 便是著名的周远 作为周人最早的独艺 这里出土过大量的青铜胶藏 学者们竭力寻找线索 揭开三千多年前的谜团 自从周人迁徙到周远后 传承四代 不过百年 便在周武王的率领下 夺取了天下 学者们靠正 周子在甲骨纹里 就是一块长满河表的方方正正的农田 周族的得名 也正是因为他们擅长农耕 上代农民普遍使用的 还都是木钩和石质农菌 比如用石莲和棒莲来收割庄稼 而周人最早开始使用青铜来制作农菌 发明出翻地用的花 除草草用的柏和收割用的质 这意味着周人掌握了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力 农业是古代国家的命脉 周人发明青铜农菌 堪称当时最重要的一场技术革命 石井 周宋 依西里说 率领众多的农夫 播种白骨杂粮 白骨是钙树 它们究竟是哪些穀物呢 2001年 一些植物考古专家 从周园的仙周土层中 找出了大量碳化了的植物种子 科学家发现 现在常见的一些作物 当时已经被广泛种植 比如素就是今天的小米 树另外一种大粒小米 这时周远一直出土的碳化大豆 它们明显大于现在的野生大豆 这说明 这时的大豆已经是栽培作物 还有特别值得研究的是这些碳化小麦 小麦是全息啊 小麦在它的生长过程中最需要水的 拔结与灌浆时期 也恰恰是我们中国北方地区最干旱的时期 从这个角度讲呢 周园地区所发现大量的小麦 尤其是周人潜入到周园以后 开始大规模的种植小麦 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 周人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达 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灌溉农业的技术 今天的周园仍是千里两田 不难想象三千多年前 周人付出艰苦的劳动 在周园开荒耕耘收获 他们充满感情赞美这片肥美的土地 周园五湖 锦图如鱼 意思就是不太可口的苦菜种下去 也会像宜堂一样干美 关中西部的雨水就是这个小气候 关中平原 它是一个从东到西 越来越小的这么一个空间 到了西部以后 由于两边的山沫的影响 会形成一些小的气候 就雨量比关中东部还要多 平均每年的降雨量多一百毫米 但是作为农业生产来说 这一百毫米的雨量就非常有利 所以这个季风也就是周人能在这季风 更好的发展和农业的这么一个 天然的地理桥节 在周人博物馆里 保存着大量当年的垂局 从中可以窥见祖先的生活 这是周人代表性的联当力 有三个带状的祖 可以使食物平均受热 主要用来煮稀饭和菜汤 这些陶龟 陶豆 陶盘 用来乘饭乘菜 这个锤具叫盐 它的底部有许多透气空格 就像今天蒸锅中的例子 把它置于造像 作用如同现代的蒸锅 能蒸出香喷喷的米饭 在周代 这个农耕的这个 整个的技术水平 技术层面中已经很发达了 已经有了除害虫 玄种 灌溉 所以后来开始居住有景田制 围绕着水开始了 景田制形成了家族宗法制 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了 适应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 一整套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这才通称农业文明的形成 在三千年前的周园村落 男女分工已经形成 男人耕种土地 生产粮食 还进行鱼粒活动 妇女操吃家务 采桑养残 骚死仿制 周人还坚硬狩猎 酿酒 野炼 制作玉气 骨气等等 他们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演绎着新兴的农耕文明 蓬勃的生命力 随着周园经济的发展 人们开始盖宗庙建成墙 诗经大雅免中 用一系列象生词语 描绘周人 建设新家园时的热烈场面 撑起土来满满壮 填起土来龙龙香 刀土登登登 销墙平平平平 白毒墙同时筑齐 雷大鼓都听不见响 这是中国最早的瓦 用泥条铸成 背面是由绳纹 并带有瓦钉或瓦环 这两片板瓦中间 扣了一块铜瓦 这样兼顾了防水和排水 两个功能 通过考古 人们还发现 三千年前的主人 已经用上了这样的 大型陶管做成的 地下排水设施 即使是今天的现代城市 人人大量使用类似的陶管 来排放城市污水 考古人员 在周园遗址核心区 发掘出建立在 夯土台阶上的 一座前后两进的 完整院路 院门外里有隐蔽 门道两边 是各三间的东西门房 走进门去 是一个东西长 十八点五米 南北块十二米的 大庭院 庭院正面是大点 整个建筑 采用南北中洲 左右对称的布局 这种建筑传统 诞生于周园 几千年后 北京紫禁城 仍能看到它的影响 古周园 就是七三脚下 在相当于现在的 福本和七三交界的 四个湖上游地区 在这经营 成锅施物 就建立自己的国家规模 经过了龚丹夫 自己 还有他的儿子 王继 再来后 到了他孙子 周园的手里 据说就已经 三分千下游其二了 就渐进了他的重松 周园 王法商的 这个真贵 社会基础 和经济实力